这件新人笑偶不见救人哭 如果今年真的有庞大的换电池潮 那iPhone是不是今年下半年 就真的没有换机潮 这件事情会为苹果供应链 带来多大的冲击 鸿海被下坎了目标价 先来看一下市场上机构 对iPhone X的销量预估 像是元大投顾 他就说这次除了iPhone X 一支256G的要卖到4万多块 这个价格真的是下退了果本之外 其实因为iPhone X除了脸部辨识之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新颖的功能 所以其实他的视觉大小 只有比i8大一点点而已 这对于果本来讲 真的没有动力 把4万块钱给他 买一支iPhone X回来 所以在今年第一季的销售量 可能真的没有像市场上 原先预起来得这么好 iPhone X的预估 本季第一季从3000万支 降到了2600万支 i8、i8 Plus都分别降到了1000万 以及800万支 所以也让苹果的供应链股价 近期呈现了瑕浮症的 而除了国内的元大投顾之外 日系外资也说 其实供应链在第一季 会砍单15%到25% 原本大家还在说 去年第四季因为出货不顺 所以有可能会递延到今年第一季销售量大爆发 没想到根本成为泡影 所以原本市场上预估的4000万支太乐观了 3500万支就差不多了 所以整体iPhone出货量比前一季有可能会大减三成 而组装厂红海是不是会直接受到冲击 今年第一季营业利益3.5% 跟去年的第一季比3.7% 是直接有呈现了下滑的趋势 而市场上预估的数字 也大约是在3.7%到4.5% 所以他们给予红海维持的目标价是持平 而目标价从108块钱降到了95块钱